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品一口羊肉 鲜嫩爽滑 感受人间智慧 东京106度 北纬31度 巴中市恩阳区 拥有3.5万亩得天独厚的芦笋资源 也是恩阳区最为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 恩阳从2013年开始将鲁笋作为主导产业来发展 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鲁笋已然成为了恩阳乡村振兴的基础产业 富民强区的骨干产业 致富奔康的特色产业 2018年 恩阳区更是被评为省级特色民产品优势区 荣获中国芦笋之乡的称号 哈喽 朋友们 天天都来给大家介绍我们万寿洋省库进去 但是我们要好好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特色 特色就是八三民宿 俗话说到万寿要长寿 为什么长寿呢 是因为我们有好的空气 然后好的环境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长年都吃我们的鲁笋哦 因为鲁笋是一个非常养生的素材 它能够抗矮 能够眉眼 这是最大的一个效果 鲁笋要食同源 神龙本草将其列为上品之上 李时珍本草钢木 称鲁笋能解诸内毒 中华伊典更是称鲁笋可作为高血压 关心病人的食疗方剂 不仅如此 鲁笋在国际市场上还享有蔬菜之王的美韵 具有一减二抗三降功能 以于2020年2月11日 入抗击新冠病毒中医诊疗方案 要食同源目录 人间质味是清欢 对于吃惯了重口味的四川人来说 这一抹云淡风轻 这一抹清爽柔嫩 正是能和所有食材水乳交融的百搭情鲜滋味 将鲁笋切小段 披上鲜肉外衣 再裹上一层糯米 瞧 蒸蒸日上 鲁笋过水超熟 锅内烧油 油温不宜过高 投入合鱼片 小火滑油 最后注入灵魂小米辣 淋上滚油 流流大顺 鲁笋特有的这一份翠绿 一份挺拔 无论被做成哪一道 都能精准地打击人们的味蕾 这个恩阳 终止鲁笋历十一九 我们上十一八十年代 最开始了 终止鲁笋 到18年 成立专门的鲁笋盘 在人才无常 给予大力支持 恩阳从2013年开始 将鲁笋作为主导产业来发展 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鲁笋已然成为了 恩阳复明强区的 骨干产业 致富奔康的特色产业 小鲁笋做成了大文章 靠的是什么呢 原产于地中海东岸 及小亚西亚的鲁笋 20世纪初才传入国内 我国虽然是世界鲁笋生产大物 但由于起步较晚 优良品种缺乏 在这种环境下 开展种子资源科技攻关 至关重要 近年来 四川省农科院金座所迎南而上 勤行研究鲁笋组培生根技术 应用该技术选育出的鲁笋新品种 1718粉末登场 同时 经过专家团队的悉心指导 省农科院金座所 已经掌握了该技术 为培育四川鲁笋新品种 奠定了良好基础 这个品种呢 应该说它的优势 比我们目前贵律的其他品种 几乎它是要人领先 它的良点集中在四个方面 第一它是全绿 早生 口感很好 还有呢 它在产量上也是提升了很大的幅度 所以应该说它是最新的一个新品种 鲁笋新品种1718的培育成功 给团队成员打了一记强心针 而如何将新的品种变成新的招牌 一场牵动着整个恩阳鲁笋产业的运动 徐徐拉开帷幕 一般牧师用好多 一猛大概在150斤左右 150斤左右 那我们看这个机器还是比较好的吗 它感觉比以前人工收费效果怎么样 那快的多嘛 比较均匀是不是 没有 我们还一千人工玩那个 两三个人一天十几次 一天十几次 我这个园子已经有得建设了 因为我们走产区走的地方很多 首先农村的劳动力 结果在变化 然后我们也通过我们能掌握的各种石和我们的路程用的机器 给他们进行推荐 然后教他们如何使用 从16年过来开始的最大的变化就是 以前是露天的时候 满地是草 在草里面去找路程 那么通过推荐这个量化了之后 我们的路程现在产量上来了 品质上来了 农药用烧了 老不行 腰包也鼓起来了 由于恩阳地处 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区 常年多雨 导致卢笋高发净枯病 造成严重减产 枯在笋身 痛在人心 人们常说 天有不测风云 但对于这支卢笋护卫队的人来说 他们更相信 我命由我 不由天 就在卢笋一根根 伤痕累累的助力雨中时 护卫队们排除万难 带来了一动动 避雨的大棚 因为这个卢笋 它是一个枪光造作物 西光造作物 所以你要随时 看到大棚有那个飞尘浪 头光不行了 你都要及时把劲清洗 总体来说 你这个设施 怕它排套了 但是水还是灌得不够 所以你看这个土 还是有点显得偏干 所以这个水分是不够的 还有刚才也说的 就是这个管子 因为它这个根 它不是只在这个位置 不根 它实际上是往两侧分散的 所以这个管子 地管最好是往两边分布 展开一下 这样子能缺乏这些部位的根 能够接受这个水分 对对对 培育两种提高产量 恩阳人为卢孙产业所做的 还不止于此 延长产业链 各种芦笋产品 应运而生 伴随着多方的辛勤努力 川字号恩阳芦笋 正欣欣向荣地向前迈进着 世界银耳在中国 中国银耳在通江 八中通江 作为中国银耳人工栽培的发祥地 有史料记载 发现于盛长 实用于宋元 入药于明清 是清廷御膳之 真修共品 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二十世纪初 就畅销欧美及东南亚各国 渊远悠长的历史脉络 奠定了通江银耳 延续至今的根基 独特的自然禀赋 造就了它 无与伦比的产品优势 陈和香是通江银耳的核心产区 被誉为宝藏的银耳生产地 它有着九弯十八包罕见的 黄金小生镜 在银耳的最佳生长季 每当日落之后 屡屡地气升腾转化为 团团雾气 雾气愈冷化为雨露 雨露滋润万物生长 这就是天生雾 雾生露 露生耳的绝佳生长环境 八山夜空行后 当清晨第一缕阳光 洒下丝丝光影 月志平已经在去往青岗银的路上 他准备去查看 下一季种银耳所需的青岗木 展示如何 银耳它的培养机主要是青岗石 因为人们发现银耳的时候 就是在青岗石上 所以最后采用了很多种培养机来 种银耳都没有青岗石好 没有品质好 这个还要在银耳的机制 离冬雨后 离冲雨前来看 有这个时候它的树 对不对云阳成本 对失火 它的云而成长 通江的青岗树资源极为丰富 而青岗又属于赞生资源 遵循自然法则 是当地人们根深蒂固的理念 他们由骨至今 一直严格沿用着建法和遵循骨质 做期砍发的传统习惯 青岗树它做二棒培养机 七年生第八年 就砍了做二棒 因为青岗树的再生能力很强 你看了过后 它次砍发起来 第八的眼头又可以看 这个来说白了 也是大自然给人类的一种 极优质的一种馈赠 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 孕育了天生地眼的通江营儿 可谓天地灵气所化育 日月精华至结晶 当青岗木材被砍下后 并会结为一米左右的段木 在进行五十天左右的架扇 使段木实现自然脱水 只有这样 青岗树才会失去生命活性 才能用于接种银耳菌种 在这间月制屏的银耳耳堂里 就有三百代银耳 满堂段木的清香 通比而来 再有点缀期间的朵朵白银耳 显得格外好看 月制屏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开始种银耳 到如今银耳年均产量达一千多单 每年可以带给它十几万的经济效果 在通江像月制屏这样的银耳种植户 已达两万户 而这种传统的原生态段木栽培方式 也一直延续至今 但是银耳人工培育最初采用的 半野生模式靠天吃饭 产量修成没有保障 如何才能实现银耳稳定增产保质 离不开科研人员不懈努力的技术攻关 这位被人们尊称为银耳大王的老人 就用他毕生的经历 为银耳发展攻坚克难 左辈子在高银耳 那产量也不高 因为银耳受大自然的树不过后 于是好 它就产量就好 于是就好一些 于是气候不好 产量就很低 如果改变银耳的产量 提高人的质量 就是我私人拿费我去 担负又到华中 去请教养学美教授 在那里带回的种子 七零雅 在这里我们搞天空了 由过去的老化生产 50克到70克左右 提高到了400克 这样就引进了工事区县 或者去主管部门的 出产公司的招式过后 就把我推荐这位 专制高业的技术员过后 出产公司专门成了一个军军厂 或者科研小厨 我们通过从外面引种子过后 但是始终对当地的气候 有点不太适合一样 有点发黄 耳根 淡红 耳赤片呢 有点矮 我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就从一位选种子过后 七五年 就把这个种子选与过后 通过三幅的对照时间 产量就大幅地提高 七七一年过后 就全面推广 全线就可以推广到八十万匹 产量突破了三十万匹的产量 最最全线的是这个 提高的技术小业 通江银耳 承载了通江的种植历史和文化 发展至今的银耳产业 更是通江人 富民强献的支柱产业 如今 八十岁的区全漂 虽已经退休 但是他依然在家继续搞银耳种植技术研究 而像屈老一样 默默为银耳付出的科研人员 正是那颗永保的初心 他们用汗水真心合物 用智慧保驾护航 只为那一朵绽放的银耳 向世人展示他娇美的容貌 高贵的气质 当具有通江银耳 本质特征的银耳新品种 精彩亮相 通江银耳再次登上了新灯台 通江银耳空家署 全体空家人员 深入到县内外 深山老林 采集野生银耳标本八十个 经空家人员三年不懈的路地 不断地分离巡华 提顺服装 先由筛选出两个道地 通江银耳新郡族 编号为20-1 野生4号 2021年三月份 分辟人物前 城河入水河 长河暴雨 等地不同海帕区域 进行天津 使中 标签量好 20-1 叫对照柱 川云二号 出尔照 出尔率高 抗照力强 风扇性能 稳定 一定化 残疗 叫对照柱 川云二号 提高 11.3% 野生4号 与对照柱 川云二号 参量叫对照柱 提高 11.9% 新品种的研发推广 为整个通江银耳产量 更上一个台阶 打开了新局面 通江银耳 是挨自大自然 馈赠的一份真品 是每一位通江人 尤为真心 感到骄傲自豪的 大山美味 而在南疆大巴山的 悬崖峭壁上 同样生活着巴中人 尤为骄傲的宝贝 微微巴山 悠悠厚土 黄黄南疆 炎炎方趴 巴中南疆 一个被群山包裹的地方 在这片连绵的大山里 竟是山巒蝶杖 烟波浩渺的美景中 有一群宝贝 深藏在此 在悬崖峭壁上 在茂密草坪里 1998年 南疆黄阳作为南疆县 最珍贵的宝藏 被农业部正式命名为 南疆黄阳 同时也被认定为 当时我国肉用性能最好的 山羊新品种 从此南疆黄阳被端上餐桌 香瓢万家 南疆人为了将黄阳肉 做成美味佳肴 可谓是做到了极致 煎 炸 炒 菊 炖 各种做法 将羊肉成位于 刨之真修 如今 在南疆本地 已经形成了 超过28道 最具特色的 南疆黄阳菜品 而最受人喜爱的 还是一锅 看似简简单单 又丰富美味的 羊肉汤锅 黄羊肉 瘦而不柴 鲜而不山 一口羊肉 一口吸收了肉味的配菜 再喝一碗羊肉汤 美食的灵魂 不过如此 走在南疆县城的 大街小巷里 黄羊肉可谓是 新罗旗部的 分布在南疆大大 小小的餐馆里 在这里 不分四季 黄羊肉都是 人们常选的 餐饮佳肴 不过其实 很少有人知道 南疆黄羊 与一位年过八旬的老人 有着如妇如子般的关系 王维春 1939年生人 上世纪六十年代 从西南农大毕业的他 来到南疆县北极牧场 当技术员 经过多年的选种试验 他成功培育出了南疆黄羊品种 给地处大巴山深处 耕地少 林地多的人们 带来了新的产业发展希望 南疆黄羊那是经过多品种的 经过杂交 经过杂交分化 不断地悬约 不断悬约 而形成的一个 基本上它就比较定性的 一传性的 基本上稳定的 这么一个人形成的 因为老百姓 南疆黄羊的发源地 就在出南疆县城六十公里的地方 四川南疆黄羊原种场 这里海拔一千二百米 浮原面积六点七万亩 境内虫栏叠障 林木苍翠 凭借着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南疆黄羊 汲取天地日月草木之精华 茁壮成长 原种场是我们南疆黄羊的 核心悬域基地 常见承担了我们南疆黄羊 核心群的悬域和保重工作任务 现成了南疆黄羊 五千余之左右 共有标准化的羊肠三十二个 我们养养三十年了 每天早上七点钟就不养养 今天放这边明天放那边 这个草场要分开冷卜 减少羊子的疾病 草场它能够跌到一种生长油 常年游走在山林里 让南疆黄羊的肉质 具有三高两低的营养优势 即蛋白质含量高 热能值高 氨基酸含量高 脂肪和胆固醇含量低 四面八方的时刻 涌向南疆 就为了吃口地道的南疆黄羊 而为了将黄羊推向更多的地方 如今在南疆 还有不少羊肉深加工企业 南疆黄羊在这里 不再仅是一道菜 更变成了一袋 麻辣鲜香的羊肉零食 一包可携带的羊肉汤 一罐鲜美的羊肉下饭酱等 各类食品产品 四十余年培育历程 南疆黄羊凝聚了几代南疆 畜牧科技工作者 全国养羊专家学者的心血 这个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珍宝 不再只是一个简单的称呼 1997年 南疆黄羊的选域研究 被授予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018年 南疆黄羊更是基身 中国品牌区域品牌地理标志产品 前一百年 春华秋时万物有序 一根鲜嫩芦笋 一朵晶莹银耳 一口爽嫩羊肉背后 都凝结了巴中人的心血汗水 他们用自己的智慧与双手 书写了这场属于巴中产品的 发展传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